我们来看《以夫所书》第二章 从第一节看起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这个他叫你们活过来旁边有打点 就是原文没有的 我们应该从圣经里了解什么叫死 死的第一个意思是违反上帝的命令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如果我们犯罪 我们就是把自己带到死亡里 可以说犯罪就等于死亡 第二个死亡是 或者说死是指 我们最了解最熟悉的 身体的停止生长运动 反而是渐渐的衰败 衰朽坏 就一个人死了 心跳啊脑波啊都停止了 然后整个身体不再长了 而逐渐的衰败腐化 这个是科学的定义了 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 第三个死呢 这个次序不一定是要照这样 就是我这样讲 第三个死呢 是永远的痛苦 这个在启示录讲是第二次的死 基督徒跟这个死没有关系 第一个死基督徒 非基督徒万物都有 那么除了以利亚 还有以诺以外 其他都经验过死亡 连耶稣都经验过 他的人性 那么 就是那个永远的死亡 第二次的死 我们基督徒没有分 第四个死呢 是很正面的 耶稣和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都有讲 死是撒种 落在地里不死 就不能结出许多子力 所以每一个死亡 当然耶稣讲 那个有点像是埋葬 当我们的身体埋葬的时候 好像种子撒在地上 然后就开始长出东西来 那么死是一种生命的开始 可以这样讲 对基督徒来讲的话 就是死是这种变化 那这种变化里面 可能说这个变化 前面或者说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那就是死的最后一个定义了 或者最后一个意义 就是睡觉 当一个种子丢在地里的时候 当然它不是睡觉了 但是从丢下去 到长出东西来 总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被埋葬 我们死亡到我们复活 也还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应该仍然算成波种的一个部分 所以各位 死是抵挡上帝犯罪 死是身体的停止生长和朽坏 死是尤其第二次死 是永远的痛苦 那么死是一种正面的变化 死是睡眠 大概这五个意思 你能够知道就好了 那这里是第一种意思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 我们在过犯罪恶中死 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 记得我们昨天讲以夫所书 是讲到神在每个基督徒身上 永远荣耀的计划一定会实现 那么这个基督徒在 神永远荣耀的计划中会实现 不只是个人的荣耀 那么整个以夫所书更是在讲教会的荣耀 这个教会的荣耀是跟世界的执政掌权者的荣耀不一样的 世界执政掌权者的荣耀是会过去的 是最后会被消灭的 也一直被上帝使用的 那么在第二章里面讲的也是这样 就是讲到我们的状况 我们怎么蒙了恩典 蒙了恩典之前是怎么样 蒙了恩典之中是怎么样 蒙了恩典之后是怎么样 对这个蒙了恩典之前 我们是一个死人 所以街上那些开车走路的人都是死人 不是我们故意笑他们 但是他们实在是死人 那么他们如果没有听到福音的话 他们就会万劫不复的死亡 那么跟我们以前一样 我们都死了 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 你们活的是生龙活虎的 你们是有形式为人 会动的 你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会随从的 你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你们会顺服的 我们也是 你们是指这些外邦基督徒 我们可能是指这些犹太基督徒 犹太人 外邦人没有分别 我们都是一样 大家都在 第三个门 他们 我们 你们 我们 他们 都是一样 我们 这群基督徒 你们 这群来听到的 他们那群没听到的 都是一样 就是 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 我们都 活得非常生龙活虎 那活的是怎么样呢 这就是 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有个很深刻的观念 这观念 就是远离 或者疏离 这远离和疏离是从 违反上帝的命令 死在罪恶过犯中开始的 我们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 本身不一定是坏事 甚至是一个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我们吃喝玩乐都是这样 就是 各位你今天穿的 就是现在在屏东流行的 你今天吃的 就是现在在屏东流行的 都是这样 随从今世的风俗 并不是错误的 事实上是根本不能避免的 那么 没有一个人能避免 包括耶稣 耶稣的穿着 如果他在加利利的时候 就要像一个加利利人 即使是施洗约翰 穿着像一个怪物 吃蝗虫野蜜 穿那个木头毛的衣服 各位那还是世界的 为什么 因为世界上有一个人 在施洗约翰之前 很久 叫以利亚 他穿的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 你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东西 上帝都充分地在掌管 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就只看得到的部分 十一住行欲乐 不一定是罪恶 甚至是一个必然要有的现象 我们非有不可 随从今世风俗 错误的地方是在哪里 不是你在外面做的是什么 重要的 我们基督徒总是看 重要的是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 你今天做一件好事 到底这件事 在神面前有没有价值 是看你内心的动机是什么 你是怎么想的 同样做一件事 法利塞人做这件事 要人看得到 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好事 比如说扶一个老太太过街 你这个动机 可以是一个好的动机 可以是一个死板的动机 我是一个童子军 日行一善 按规定一定要帮行一个善事 刚好有个老太太过去 我就做了这个事 那么如果这个老太太 刚好是你的家里的仇人 那么你扶她过街 可能这个动机就更高贵一点 如果这个动机是 我要选举台屏东市的市长 我已经请人家 在街头放了一个摄影机了 那么然后请家 安排一个老太太过来 然后呢我就扶她过去 我的动机是选票 跟帮助人没有关系 这个动机就不够好 我在说意思就是说 我们同样做一件事 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一模一样 到底有没有价值 神是看内心 人是看外貌 外貌不一定不重要 因为成于内要行于外 但是内心是很重要的 你随从今世的风俗 不一定是错 随从如果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那就错了 我们做任何事 希望是顺服上帝 甚至是主动积极的 喜悦上帝的律法 像诗篇119篇作者所说的 我何等喜爱你的律法 好 这里 今天不管是 非基督徒 是无神论 是任何一个时代 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人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种生活中 生活就是 我们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我们可能在世上是敌人 可能在世上是某一个世纪的人 但是我们都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神在掌管万有 没有错 但神掌管万有的时候 神也借着一些 可能我们可以说天使吧 或者就是执政掌权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一个有意识的东西 在控制这个世界 或者在掌管这个世界 有人说这些执政掌权 控制或者说神使用来 治理这个世界 刑罚这个世界的东西 是一些灵 那么这些灵呢 也可以说是一些天使 因为你们记得天使是福役的灵 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那么天使 神借着这些天使在掌管这个世界 或者在处罚这个世界 但一里书里面 你们记得到最后有讲到说 波斯的魔君 魔字有打点 就原文没有 那个有天使要来帮助但一里 但是波斯的君拦住了他 那么还有讲到希腊的君 那么就有天主教在这一点 也是很 你要说迷信也可以 很合圣经也可以 就是他们都觉得 这个世界的各行各业 各个国家 都有灵 或者天使在掌管 好的天使掌管 好的人 很多行业有很多行业的掌管者 天主教把那个掌管者 或者上帝使用者 说成是主保 主人的主 保护的保 比如说礼法将的主保 可能是某一个天使 某一个日子的主保 是某一个天使 某一个国家的主保 是某一个天使 就是这里面有迷信的成分 但是好像也有圣经的根据 就是神在掌管世界的时候 个人也好 团体也好 国家也好 透过一些 我再一次说 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可以是天使 可以把它了解成灵 可以了解成一些执政掌权的 神在那里使用 那么这个执政掌权 在单一里书 你记得 就是我刚刚讲的 希腊的君 波斯的君 那么神使用它 神也让它在某个时候 兴起某个时候 被破坏掉 就一直都不断有 这些最重要的你要记得 都在神的掌管中 而神的掌管一定是美善的 通常我们人是得罪上帝 世界得罪上帝 所以神使用 你也可以讲 用启示录的话来讲 就是神使用坏天使 恶天使 在折磨恶人 那么包括 邪恶的环境 也许有邪恶的使者 在那里掌管 就是正面的 就是说我刚刚说的 天主教说的主宝 这个主宝呢 也跟另外一个东西 有关系了 就是 天主教也有一个习惯 会说 每个人 每个行业 都有上帝使用的主宝 在管理我们 保护我们 你们最熟悉的 我们知道 就是玛利亚 其实除了玛利亚以外 还有很多 那么可能是某一个圣人 死了以后 天主教把它封成 封成一个主宝 然后每一天 每个日子 每块地方 每个行业 都有很多很多的主宝 因为一个圣徒 太多圣徒了 一个工作不够 要分好多个 那么耶稣讲过 小孩子好像有他的主宝 小孩子好像有他的天使 经文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这一句话 你不要轻看小子 你不要伤害小子 他们的使者 在天上常常见我 所以我们有这一句话 守护天使 这是英文里面的字的翻译过来 叫 Guardian Angel 我们当中姐妹们 尤其你的小孩子在小的时候 大概都有 Guardian Angel 保护你小孩的这个经验 我这有点说玩笑话 就是各位小孩子嘛 你24小时看着他 还是会有疏漏的时候 你就是忘了一秒钟 十秒钟 他刚好就从床上滚下来 就滚下来之前 刚好你踢了一个枕头在地上 那个是主宝让你踢一脚的 然后他掉下来的时候 掉在枕头上就没事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中 小孩子你怎么看都会有失散的时候 好像有主宝 各位这些是一部分是传说 一部分是有圣经的根据 一部分是在我们在讲这个经文 就是我们有没有天使在眷顾我们 或者在管理我们 引导我们 我觉得圣经里讲的是有 但是不是太清楚 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 我们基督教新教不讲天使 或者很少讲天使 也很少讲这些主宝 或者守护者这一类的观念 因为圣经 第一个圣经不多 第二个 我觉得我们很正确的说 你要讲这么多灵里的事情 实在是多余的 不如直接就讲 上帝在掌管就好了 我直接讲神在保护我 圣灵在保守我就够了 我何必要讲说 某一个什么人在保护我呢 我想属灵人死了以后到祖内比去 被封为主宝的最多的 除了玛利亚以外 大概就是圣法兰西斯吧 因为他很很有名 所以很多的行业 个人甚至国家都用他来做主宝 我忘记了 美国应该也有 法国也有 他们有他们的 用俗话来讲 守护神或者守护天使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正面的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些主宝 不要去多提 各位我刚刚讲的 你忘记了也没关系 也很好 免得你以为我在讲那个迷信 我在讲天空掌权的 就这里讲的主要是负面 负面的 再一次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们台湾有负面的主宝吗 我们台湾有邪灵 在那里掌管我们吗 譬如说 妈祖 当然妈祖根本 不管死后是怎么样的状况 祂是没有办法来做任何的事 除非神真的使用祂 来做惩治的工作 有这可能 我不晓得 我通常会想到 败偶像的人是 在邪灵的影响之下 那这里就讲到了 这个观念 所有的人 随从今世风俗的人 在搜狗逛街的人 在苹果那里找电脑的人 在圣经公会翻译圣经的人 每个人 不管是好是坏 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 那么我们都在上帝的掌管中 而多多少少也受世界的影响 这个世界的影响呢 随从今世的风俗 意思就是 我并不是说 哎哟 现在正流行蓝色的 所以我要买一个蓝色的衣服 不是这么简单 你要买一个蓝色的衣服 后面还有你的用心和动机 你的用心和动机 可以是很属灵的 也可以是完全没有神的 完全没有神 即使你不想得罪上帝 你在完全没有神的时候 你的十一柱形 你是在顺服一个灵 顺服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灵 就这里讲的是 有一点重的话 不管是政府 是公司 不管是工商界的大佬 媒体的人物 好的坏的 多少都受到这个影响 多少都受到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影响 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各位 第一章 二十一节的 执政掌权的那些 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那么这个重要的观念呢 既然我们提到这里 我就再提一下吧 我很少讲了这么多 在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十六节 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保罗在这里特别讲了 上帝造的东西里面 各位上帝造 星星月亮太阳 阳光风起雨水 花草树木 这我们都最喜欢讲 但是不只是这些 还有一些 有味的 组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这到底是什么 再一次学者说 可能是指天使 天使就是一些灵 这些天使里面 是不是有堕落的成分 就是有些堕落了 有些没有堕落 我们在启示录看到 有好天使 有坏天使 那么在 在保罗的书信里 好像也看到 那些执政 掌权的 有能的 是上帝使用的 这些政党 有的好 有的坏 有的这个时候好 这个时候坏 或者公司等等 但是这后面 似乎都有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 似乎是有位格的 这个有位格的力量 似乎多多少少也都有堕落的成分 这个堕落的成分 神使用 最后也会消灭 好 你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再到末 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 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予赴神 就用英文的一个字来讲就是 power 能 或者能力 或者我们 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 有关的字眼是 权力 权柄 权能 权威 权势 这个power 这个东西 执政掌权的 是有意识 而且 有位格的 就是会思想的 所以一个经济制度 或者十个经济制度 或者华尔街 或者纳斯达克 或者是任何一个经济的制度 那个制度 耶稣说 是一个人 是一个灵 有名字 叫马门 各位 我把这些都丢到你们面前 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想这些 不太容易想 但是因为我们在讲这个 我们今天就看到 是需要去想一下 这个世界是被一些 政治 经济 军事 学问的 灵 或者天使 在掌管 上帝使用他们在掌管 有些灵 有些灵 好一点 有些灵 坏一点 那么 但是这些 都是上帝使用的 我们原来都在其中生活 基本上 不管是保罗或约翰都会说 整个圣经都会说 基本上这种灵 复数的灵 这种灵 是抵挡上帝的 尤其约翰福音 世界 这个世界的灵 是抵挡上帝的 我们在其中生活 那么 所以 顺服 世上的风俗 就要小心了 是顺服 世上的这种精神 那么 就是现今在 悖逆之子心中运行 悖逆之子是谁呢 悖逆之子是 大大小小的 狄基督吗 悖逆之子是指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包括你我吗 这同样都有可能 各位 这让你们有点新鲜 但是 我也总提醒 保罗在讲这些事情 整个圣经在讲 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总要记得 最重要的 不是这些悖逆之子 或者执政掌权 最重要的是 全然良善 圣洁的上帝 但是上帝使用了这些 当我们死在 最后过犯中 整个世界抵挡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 让这些执政掌权的首领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 运行 这运行怎么运行呢 可能用另外一个字 就是影响 我们就被影响了 这个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呢 是一种灵 邪字又是打点的 原文没有的 就是空中执政掌权者 是一种灵 这个灵呢 让我们想到是有位格的东西 不过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另外一个 灵英文是spirit 你可以把它翻成另外一个字 就是精神 时代的精神 时代的精神 有的时候是好的 有的时候坏的 有的时候这个时代精神是颓废 有的时候这个时代精神是进取 有的时候这个时代精神是乐观 我们台湾今天时代精神 我觉得是比较颓废的 那么可能三十年前是比较乐观积极的 不管积极乐观或颓废 都还是世界的灵 那么有的时候好一点 有的时候坏一点 最重要你是需要信靠上帝的 当我们把这个精神 或者这个灵字翻成精神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位格的意思 就没有那么恐怖 但是各位我们是被这些东西影响的 每个人 你通常会说两种人比较容易被世界的灵 或世界的精神影响 两种 哪两种 一个年轻人 另外一个女人 我这不是在讽刺啊 因为从堕落来讲的话 女人也是受了魔鬼的影响 比较快一点 那保罗在对提摩泰讲的时候 也说女人先受引诱人 那么受到这个灵的影响 那么这个灵呢 叫人悖逆上帝 悖逆之子的意思 应该是指着悖逆上帝 好 这些 我们都在其中 我也再提出一个字 就是鬼父 一个人被鬼父 被鬼父 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 我觉得基本上 每一个罪人 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 甚至在母父开始 生下来开始 我们就被这世界的灵 你要说是鬼也可以 影响 没有世界的灵影响 我们也是罪人 因为不是鬼让我们犯罪 我们本身就有原罪 犯罪 只是离音外合就更厉害了 我们有这个被世界 被邪灵影响的可怜的状况 如果你被影响的太厉害了 或者你顺服空中掌权者 顺服的太厉害了 太强烈了 我觉得会过一个界限 就是你不是被邪灵影响 你被他负了 负英文是possess 就是被他掌控 你被他影响 摆脱比较容易 你被他负 摆脱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今天一个人 天天看黄色的下流的电影 可能容易被这种下流的灵 或下流的精神影响 如果影响到一个地步 太强烈了 就是被负了 那就很难摆脱了 就是保罗也在以弗所述讲 给魔鬼留地步 留太多了 有一天就是被他控制 也像耶稣讲的 污鬼就进到你的里面去了 不是在外面影响 这方面东西 圣经其实有讲 我觉得也可以去想一想 不过呢 我还没有看到太多研究的 就是这些灵 这些执政掌权的 怎么样来影响 或者运行在我们人的心里面 不过我想我们多少都知道 先不要怪鬼 也不要怪这个世界的灵 因为没有他们 我们还是在犯罪 最严重的是我们自己的罪恶 只是理应外合 我们就更可怜了 这是保罗在讲的 我们状况是这样 我们以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有意思的是 我们对魔鬼 对邪灵 百依百顺 我们对上帝 百不依百不顺 凡事顶撞 悖逆 就是我们顺服那恶者 我们悖逆那真神 你看现在的情形都是这样 不管是黑道 是流氓 是大坏蛋 大奸大恶之辈 很凶好像谁都不服 他对邪恶是非常顺服的 我这一讲黑道 其实不只是黑道 包括在学术界 这些霸权都是这样 这是一种运行在悖逆之子 心中的灵 各位 常常求神光照 运行在我心中的灵 是邪灵还是圣灵 运行在我心中的灵 是圣洁的灵 还是下流的灵 你常常让这些 好的东西在你心里运行 还是坏的 这你又想到加拉太书了 顺着什么傻种 就从什么收结果 这保罗在以弗所书讲 又跟罗马书很像 罗马书先讲 外邦人怎么败坏 然后讲犹太人也是一样 这里也讲到 我们以前 就是你们以前 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以前怎么样 然后第三节保罗说 我们也是一样 犹太人天天拿着圣经 有圣经 有圣殿 但是也是一样 在他们当中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各位我也希望我这个能表达清楚 什么人 是被邪灵影响的人 什么人 对不起 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尤其是近代 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我是一个不虚伪的 我心里想什么 我就说出来 各位那种人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 这种人常常是放肆 并不是真的率真 他看到别人会不顺眼 他自己从来是不会约束他自己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这是每一个罪人的特点 在圣经里面 这个特点表现最清楚的 就是试诗记 试诗记里的最后一句话 那时以色列没有亡 我个人任意而行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这个叫死亡 这个叫犯罪 这叫被空中掌权者 被邪灵所控制 所运行 那我们怎么办 你不要走相反的一条路 我们就什么事都听话 都顺从 我们顺从国家 顺从父母 顺从教会 顺从什么 那应该对了吧 各位也不对 如果国家政府 是背逆上帝的 你顺从他 你也是背逆上帝的 你背逆他 也是背逆上帝的 好 你有点困惑了 在罗马书里保罗讲 政权没有权柄 执政掌权的 没有不出于上帝的 我们刚刚看哥罗西书 执政掌权的 都是上帝所造的 大概我们可以说 如果这些执政掌权是指天使 神造的时候都是好的 后来都有某种程度的堕落 在经济面就是马门 是堕落的 可是各位 我们还是在使用它 不是我们在使用它 耶稣在使用它 不是耶稣在使用它 耶稣鼓励我们使用它 拿一个钱币给我 这上面是谁的像 该杀的像 该杀的物给该杀 我们仍然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在世界上 不可能建立天国的 我们在世界上 只有传扬上帝的福音 我们活在 上帝已经进行的天国里面 各位那就是教会 那就是从亚伯开始 就有的教会 属灵的人 认识上帝的人 那么虽然他们 也同样在罪恶的世界 他们也是罪人 也随着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 他们也是可怒之子 这里有好多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是悖逆的儿子 第二个儿子是可怒的儿子 那么 我们是可怒之子 我们是悖逆的儿子 那么当然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原来是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你不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你随着执政掌权的 牧师的 父母的 仍然可能是错误 那时候 你有的灵 不是悖逆的灵 但是是另外一个角度 悖逆的灵 什么灵 就是奴仆的灵 为什么 因为国家也是得罪上帝的 我们这样讲 我们绝对顺服上帝 我们相对的顺服 神在地上设立的权柄 不管是哪样形式的马门 我们相对的顺服 我们绝对的顺服上帝 就是这有一点复杂 但是希望不难懂 事实上我们都在这样 做 就是父母亲或者政府 所做的事情 我们多多少少还是遵循的 交通规则我们都顺服 以此类推非常多的事情 只是各位 重点不在你做外表所做的 重点在你的心是在做什么 就是人最严重的错误 就是不把神当神 对神不敬不爱 不畏不信不忘 这个是错误的 心中没有神 心中没有尊他为大 心中没有爱他的心 然后呢 我们对于这些其他的灵 有相当多程度的 听他的话 有的时候又有不当有的悖逆 这都会引起很多问题的 包括我们可不可以革命 基督徒 我们可不可以造反 包括我们对父母 或者是丈夫 或者是老板 错误的一些决定 我们可以反抗到什么程度 包括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这些是伦理上面的事 我们到第五章第六章 也会看到一点 这里不要多谈了 我只是把这个 我们平常没有很注意的经文 稍微多分析一点 人活在悖逆当中 人死在罪恶过分中 人照着自己所想的去做 不管是像一个流氓一样 任意妄为 或者像一个奴隶一样 通通都是显出 对上帝没有信心 我们巴结恶欲恶势力 那是背逆上帝 我们反抗背逆不顺服 也是对上帝的不顺服 就是我们需要神 来引导我们 做正确的 做正确的做法 但是这个各位 也同样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层次 基督徒 我自己常说 没有基督徒的牛肉面 就是牛肉面 烧得好吃就好了 那么我们基督徒 你要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伦理呢 也没有很多规定 我们重要的是认定我们的上帝 生活中的应用 可以有很多的不同 我们今天教会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 我们对于最重要的信靠上帝 我们根本弄得不清楚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投票投给谁 那就很在意 这是本末导致了 耶稣的门徒里面 有蓝的有绿的 有完全相反的 有愤人党人 这是要闹革命的 有是税吏 这是支持政府的 我们就是没有把那个方向 目标弄清楚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原来活在一个顺服的 又是悖逆的一个精神或灵当中 按照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要不然就像一个奴隶一样 没出息 要不然就像一个流氓一样 暴力 通通都是神不喜悦的 这个叫死亡 好 第四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好 我们感谢主 神有丰富的怜悯 怜悯跟爱和恩典 可以是类似的字眼 不过怜悯比较强 比较强调感情的成分 就是神看到我们的可怜状况 祂就发出祂的爱 很丰富的 就怜悯跟爱 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 祂爱我们 很可惜这个字现在被慈祭用去了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是奇妙的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或者你也可以用这个字 当我们活在死亡中的时候 我们活在悲逼的时候 这是保罗向来喜欢讲的话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我们还不好的时候 那么神就爱我们 他不仅说爱我们 他这里讲的跳 可以说跳了很多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我们会说 他就来救我们 但他这里讲的更快一点 他就说 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就是把耶稣的救恩 很简短的把它讲出来 我们一同活过来 各位 我们原来是死人 因为神爱我们 我们就跟耶稣一起活过来 这活过来就是得救 我们就重生了 就得救了 就活过来了 这是基督徒的复杂程度了 我们活过来 我们又还在死亡当中 基督徒比较复杂就在这里 因为世人不复杂 世人他们就是属于悖逆的国度 我们是同时脚踏两条船 我们又还在罪恶过犯中 我们又在上帝的怜悯当中 我们重生得救属于上帝了 但我们又还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的罪心也都还在那里 所以就不断地有这个征战 这个征战 这一生不会停止的 一直到我们死 将来就不再有这个征战 现在一直有这个征战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跟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当然复活还没发生 我们的复活还没发生 我们坐在天上也还没发生 但是愿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时 我们多多少少经历一些这些事 神让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 如果照罗马书第六章讲的 比这还多一点 我们是跟他一起死 一起埋葬 一起复活 一起作王 就我们凭着肉体感觉 一个都还没发生 就上帝的应许 这都是真实的 为什么要我们跟他一起活过来 有什么目的呢 第七节 要将他极丰盛的 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赐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活着的目的 当然是自己被上帝拣选 被上帝爱 但你活着的目的 也是要后面的人 能够看到你而归向主 他要让人看到 他要让我们后代的人 以后的人看到 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是多么的明显 多么的奇妙丰富 这和保罗也是 一生都有这样的想法 保罗说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那么耶稣基督 怜悯我 在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第十六节 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 做榜样 各位这一点 可能我们都做得很好 在你身上显出 耶稣的忍耐 意思是看到你就觉得 哇 主能够这样忍耐你 真是很佩服 这么丰富的忍耐 这么丰富的爱 当然我们不因此就犯罪 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能力 把他显得慈爱 恩慈表现出来 求主帮助我们 第八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 就是恩典 也因着信 信是我们对他的信靠 不要把信 不要把信心当作 看得太宝贵 也不要把信心看得不宝贵 这矛盾的话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信心 不带来 我们的信心本身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信心有点像自来水管 自来水管 本身是塑胶 或者是铜的 或者是不锈钢的 自来水管 跟水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铜 是塑胶的东西 自来水管 也不产生水 但自来水管 可以输送水 信心本身 不是一个恩典 我们可以这样 当然也是了 但是我们可以说 它本身不是什么东西 信心是人听了神的话 产生的反应 是宝贵的 是极大的美好 没有它 我们得不到恩典 没有自来水管 我们得不到水 但它本身不是水 我们信靠耶稣 不要因为因信称义 一切的好处 都是凭着信心得到的 就以为信心本身 我有信心多了不起 我们说这话的意思 不强调信心的 本身的伟大 就是不要我们骄傲 人在神面前不能夸口 我们不能夸自己的行为 不能夸自己的品性 因为那都不能叫我们称义 我们信 我们能够称义是凭着信心 那我们可以夸信心吗 从一个角度来讲 可以也一定 因为这是那个唯一的管道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不可以 因为那是一个工具 这很难形容 我们得救是本国恩因的信 就是信心是一个 应该被高举的东西 但是也不是一个 应该被高举的东西 应该被高举 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得到 领受神恩典的管道 不能被高举 就是它不是神的本身 是我们领受神的话 所产生的美好的工具 好 我们得救是本国恩也因的信 信是指着我们的信 恩典是从上帝来的 白白的好处 不是出于自己 是神所赐的 不是出于自己 这里不是出于自己的 应该是指着那个恩典 而不是指着那个信心 因为信心可以说是出于自己 当然也是神所赐的 神所赐的应该也是指着恩典 而不是指着那个信心 因为信心是我们需要有的 虽然那也是神的话所造成的 第九节 虽然熟悉了 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不是出于行为 行为好很重要 结出圣灵的果子很重要 但是那不是我们得救的基础 得救的基础就是上帝 定义要拣选我们 要爱我们 得救的基础 绝不能从我们身上找 得胜的基础也不能从我们身上找 从我们身上找不到任何的良善 上帝可以拣选我们 可以使用我们 我们能得救能得胜 能够成就这一切 就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不能说自己的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们又看到在基督耶稣里了 神要把我们做得好 神要 我们必须跟基督耶稣相连 我们是他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一个精细的工作 万有都是上帝的工作 这里的工作 应该是拯救以后的工作 当然拯救的工作 跟创造的工作还是相连的 因为我们还是我们 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 圣灵使我们能够 更像我们的上帝 这里没有讲圣灵 这里讲是在基督耶稣里 神重生得救 我们让我们活下来 我们就需要是活出良善来 行善 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很辛苦的行 很辛苦的计划 但是我们仍然说 这是神所做的 不要因为是神所做的 不要因为完全是神所做的 我们就以为 我们行善就是懒惰就好了 不要做事 神就做了很多事 没有 我们仍然要计划 要流泪 要流汗 要流血 辛苦的去做 但是我们诚实的说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不因为是神做的 我们就自己不努力 我们更不因为自己努力 就忘记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 好